她是全网粉丝数多达1500万的美女画家 是能将垃圾变费为宝 做成高级艺术品的宝藏女孩 更是乐于助人 热爱公益与慈善的善良女孩 她就是网红赵小黎 她曾说过 自己可以不买包 不结婚 不恋爱 但是不能读画画 对她来说 画画已经成为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么漂亮的女孩居然会去捡垃圾画画 赵小黎喜欢在破烂堆里 捡东西画画这件事 连小区的宝洁阿姨都知道 所以一旦知道哪里有人丢了旧门板 破凳子等物品 宝洁阿姨就会第一时间跟赵小黎说 于是在赵小黎的神仙操作下 原本宿命是垃圾填埋场的破烂 竟摇身一变成了高端的艺术品 赵小黎把破水壶带回家 在上面画上了仙人掌 破碎的内胆变成了蝴蝶和仙人掌上的刺 村民丢弃的电视机 被她捡回来用画笔改造之后 又重燃了生命 没人要的搓衣板 成了她手中的湖光月色图 捡回来的破木盒 经过多番清洗打磨 变成了高级感满满的装饰盒 就连断了一条腿的破凳子 她都像保湿的捡回家 清洗干净后 然后迎着风 就着黑胶唱片的低音 开始了自己又一轮的创作 于是在一个世纪之后 繁高的星空便经由赵小黎之手 以另一种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 这些被人弃之不顾的破铜烂铁 到了赵小黎之手 便全都化腐朽为神奇 成了极具收藏价值的宝藏单品 靠着极具创意的头脑和灵活的双手 她的变费维宝系列视频 很快就得到了一大批铁粉的喜爱 后来她又改变视频风格 用料也逐渐用大胆泼筒画 成了她的日常 赵小黎的画画风格非常独特 视频中的她狂洒颜料 用油漆筒泼 用鲜花搓底色 又用画笔细细勾勒描绘 整个画画的过程中 极其狂野 豪放 闷不吭声 她画画的方式近乎疯狂 在画布上直接扔 甩 拖 涂 画各种颜料 与她温柔美丽的外表完全不服 画画的狂野更是让人惊叹 但奇怪的是 她画画的方式让人百看不厌 即使重复十几遍也不觉得厌烦 看完之后更是让人回味无穷 赵小黎1990年出生 她的爷爷是一名老中医 在爷爷给别人看病时 赵小黎总会在一旁的牛皮纸上 写写画画 画小人 画花草 知道孙女喜欢画画 爷爷就会在空前时间 把她带到画国画的叔叔家去玩 这也算是赵小黎最初的画画企盟 八岁那年 爷爷去世 赵小黎久久不能从打击中走出来 也是从那时起 这个整天乐呵呵的小姑娘 再也没有了往日无虚无束的笑容 而是将自己的情绪深深埋葬起来 在赵小黎的画作中 不乏少女和儿童 她们虽然都眼睛大而成澈 但无一例外地都不苟言笑 总是充满忧伤 其实这些她笔下创作的人物 都是她自己的自画像 成年之后 她也学会慢慢地自我释怀 艺术创作需要情感宣泄 她开始尝试和过去的自己和解 于是她将童年的自我 再次通过画作展示出来 和其他艺术创作一样 画画也相当于一个 自我疗愈和沟通的过程 每当她灵感匮乏 画不下去时 她总会去院子里走走 或者跟猫玩一玩 距离第一次正经学画 已经过去了16年 她身边的朋友也已经买房买车 结婚成家了 而如今的赵小离 也已经31岁了 她总是调侃自己称 自己31岁 没车 没房 没结婚 还是个穷画画的 除了画画 她一无所有 她完全是靠着自己的爱好 与那股韧劲 才走到现在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她把作品分享在社交网站上 却吸引了国外 1300多万粉丝的观众 赵小离是全网第一个 靠泼颜料走红的博主 她的泼墨作品在网上爆火之后 不少画作还登上了英语的教科书 这种又酷又撒的画画风格 也吸引了不少老外对她的关注 或许是因为太过优秀 网上又涌现了一批 打着她旗号的模仿视频 甚至有一部分人更猖狂 直接抄袭 搬运她的视频 并假冒她混成大V 这类模仿视频中 甚至还有同款脏兮兮的裙子 以及红酒咖啡 对方粉丝的增长 也让众多网友陷入迷茫 几家粉丝也陷入无止境的争论 都说是对方在抄袭自己 因为没法一一举报 所以赵小黎就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一条简单声明 有人质疑她的艺术水准 有人质疑她摆拍 她也因此 无端遭受了很多人的攻击 但面对这些充满恶意的声音 她却表示非常不理解 究竟自己做错了什么 要平白无故地 遭受这些恶意批评 对她来说 虽然每个人对艺术的理解不同 但自己所创作的 都是自己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网络上出现的那些质疑声 曾一度让她陷入委屈和自我怀疑 但是现在她却学会了慢慢分辨 她会接受那些真诚的批评建议 而忘掉那些无端的指责 在那段充满迷茫的日子里 赵小黎得到了一个 去梁山遗族自治州支教的机会 于是她去往喜德县中 最好的一个小学 教孩子们画画 这里的校舍狠心 但学校却只有一位美术老师 她说 这是自己第一次接触到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孩子 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很艰苦 但却始终保持着健康乐观的笑容和态度 也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下 自己才能走出自我怀疑 继续对未来充满信心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